我终于发穿单时了 哈喽大家好 这是剪剪 今天是春季的日期甜美穿单 连衣型篇 买到了自己超爱 超喜欢的小裙子来跟你们分享 而且每一套穿搭都是有花一点小心子在里面的 裸身高是165 体重是109斤 第一套黑色长袖高腰连衣裙 这件连衣裙拿到手之后质感超级好 胸前是白色的半套花朵服 两侧有抽层地带可以来调及腰线收腰 整个裙子的面量都是有印重玫瑰花 一整个是大气优雅甜美 黑色又很显瘦 后背呢的时候已经拉脸 再配上一个小草帽 就是你整个是我的风格 当我看它第一眼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我的衣服 第二套呢是超大气的短袖连衣裙 太喜欢黑裙子了 但是呢又很少能买到 宽松 简约 有设计感 简瘦 日系 想要达到这五点太难找了 这件黑色连衣裙 目前为止 满足了我所有的需求 正反都有这两个对称的 靠子 裙子腰部的这个收褶 太完美一家人了 还有这个袖口 穿上身之后呢 还有种蓬松感这个裙摆 面量呢是纯棉的 很严爽 它的触感不是很闷热的感觉 然后呢我自己搭配了一个小方巾 又显得非常的浪漫 而且精致 第三套是无袖的罩裙 这是我第一次买罩裙 我也有试过单穿 单穿超级凉爽 就是要做好打底 我觉得它太完美了 你里面可以随便穿白T 黑T 牛仔裤啊 运动裤啊 都可以 别穿上它就很有层次感 主要是很有日系的氛围感 尤其是它这个侧面的绑带 就是日系氛围感拉满之间 还有小口袋 最近一周经常穿它们两个出门 超级舒适 舒适 简约显瘦 捉肉 耐看又日系 第三套复古棉麻连衣裙 连衣裙的颜色 它不是纯白 是米白色 裙子本身是超级柔软的 袖口比较长 是稍紧的比较显瘦 我在它外面搭配了一个 赠满赠了真姿宝外套 就很适合出去春游 去赏花呀 去野餐呀 因为我们这里是早晚比较凉 就是肯定需要穿一个薄外套的 我在天津 就是经常刮一些腰风 中午还好 到下午晚上 那个冷风一吹 真的是透心凉 第四套 克莱因蓝吊带连衣裙 就是我身上这一件啊 众所周知 克莱因蓝 超显白 我觉得除了黑色 它是我穿过最显白的颜色 这个颜色它没有过半的刺眼鲜艳 就也没有很低调暗沉的感觉 比较吸引 事情上就很耐看 胸前的这个手肘刚刚好 而且它比较收队里的腹部 我为什么一定要挑一个蓝色连衣裙呢 我之前拍照 穿过一次摄影师的经验到我了 我有在网上查其他蓝的连衣裙 但是VLOG为什么都不是很戳我 背后是这件原创的初恋服 这件也是我之前拍照片的时候 摄影师戴的这一套 就是它刚穿上就好喜欢 就是里面随便穿什么衬衣啊 牛仔裤啊 它里面穿啥都好看 不管你是拍照还是日常的搭配 也可以用它来当防晒 这件衣服呢 还可以散穿 就是背后的绳子 穿上它就是好日气 好可爱 我喜欢 它会送一个小方巾 当同事啊 维心啊都可以的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春季 穿搭分享连衣裙片 如果你们还想看这个类型的穿搭视频 也可以发账和评论告诉我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哦 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